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努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 都对宇宙奇缘感到相当的好奇 在今天的影片里 我将分享一个神秘的假说 这个假说主张我们的宇宙 可能是由某个更高等的文明创造出来的实验室 讲真的,你们不觉得 这个理论听起来就超级容易被攻击的吗? 身为科学家敢提出这样的论点 让我真的非常敬佩他的勇气 所以,这个高等文明实验室的理论 是怎么样推断出来的呢? 他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那我们就开始吧! 在介绍高等文明实验室的理论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位提出假说的勇敢科学家 阿维勒布 阿维勒布 他是一位美国籍以色列的天文学家 他曾经在哈佛大学担任天文学系的主任 长达9年的时间 他的研究范围很广 包括宇宙学啊 天体物理学啊 他也专注于研究一些暗物质啊 黑洞啊 星系演化的未解之谜 他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头衔 像是前白宫科学技术顾问成员啊 2012最具影响力的太空人物之一等等 从这些介绍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勒布是一个在研究宇宙天文物理学方面 非常有声望的专家 在不久前 他提出了一些假说 例如外星文明可能在很久之前就来过地球 还有奥默默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探测器 以他的身份讲出这些话 想也知道结果 他果然引起了科学界的渲染大波 不过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热爱研究未解之谜的科学家 因为他完全没有害怕失去地位 没有因为压力就改变说法 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持续研究下去 这个心理素质到底要多强大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挑战的 可是整个人类史上 用逻辑研究出来的结果跟知识 会有多少科学家来攻击他 不过 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都还是很理性地强调 在科学中我们应该保持着开放心态 在一切还没有找到答案之前 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总之 乐伯认为 按照目前这些主流的宇宙起源学说 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解开宇宙起源的这个谜团 因为某些宇宙里的神秘现象 到现在还是无法解释或是找不到证据 那么 到底是哪些主流学说 让他开始质疑这一切激发他的研究精神呢? 讲到宇宙起源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宇宙大爆炸 这是目前最主流而且证据最多关于宇宙起源 还有宇宙演化的一个学说 他的证据最早出现在1920年左右 当时有一群天文学家发现 有个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 那就代表我们目前的宇宙正在膨胀 还有最初的宇宙可能是从一个大爆炸基点所产生的 那什么是大爆炸基点呢? 大爆炸基点指的就是 在大爆炸发生前的那一刻 整个宇宙的物质 都被压缩到了一个无限密度 无限温度的点 不过关于这个 目前其实是科学家用一个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 都还在概念的阶段 其实我们都没有观测到 关于这个大爆炸理论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给我们 之后我们再做个影片分享 不过这里有个蛮有趣的点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我们现在蛮像的 当时这个理论刚出现的时候 冲击到很多科学家的物理世界观 包括爱因斯坦 所以一开始很多的科学家都质疑这个理论 也有科学家甚至认为 这个理论根本就是暗示了某个被创造的神秘时刻 一直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被证实之后 科学家们才开始慢慢接受 才让这个学说成为了解释宇宙起源的主流论述之一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的科学家们都会一直不断 基于理论提出新的假说 再基于假说开始做研究 实验 找证据 你们不觉得这种开放心态 对人类的发展真的非常重要吗 毕竟 如果没有这些开放心态的人 我们哪有可能有iPhone可以用 现在我们应该都还在17时代吧 好啦 话说回来 总之除了大爆炸之外 后来也有科学家提出一些像是超弦理论 或是宇宙膨胀理论 试图用量子敞论来解释一些传统物理学没有办法解释的宇宙现象 也的确啦 量子力学也解开了部分围观世界的神秘现象 但是 还是有些谜团没有办法解开 像是 宇宙失控为什么膨胀啊 暗物质跟暗能量到底是哪来的啊 也是因为这样 关于宇宙起源到现在都还是处于理论阶段 没有一个窃窃的实验结果或是证据 让这件事成为了人类最大的谜团 我想这应该就是勒布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解释宇宙起源的原因吧 所以关于这个宇宙起源的谜团 勒布到底研究了什么呢 又是基于哪些科学知识 哪些假说 来推断我们的宇宙有可能是高等文明的实验室呢 模拟理论假说 这个假说主要是在说 我们所处的宇宙实际上可能是由未来的人类 或是外星人在实验室里面创造出来的模拟世界 这个假说得到了很多的科学家跟哲学家的关注 这讲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哲学举例来说 如果人类现在可以模拟出某个世界 里面的人物如果有意识 他们自己可能会觉得他们是真实存在 也无法察觉世界是虚拟的 而且如果这是真的 也许就可以解释一些科学上解不开的难题 反正一切都可以说 啊本来就这样设定的没有为什么 不少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 所有的一切都太刚好了 这种有序性极高的现象 其实有点难以解释 所以他们推断 很有可能这些太刚好的事情 是由某个外在的因素所造成的 不是自我形成的 例如 重力只要稍微变大或是变小 可能都会让这个宇宙成为一个 没有办法存在生命的地方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分布不均匀 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起源的时候 都会去观察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代表的是宇宙早期爆炸之后 残留下的辐射余温 科学家们可以透过这个结果 去了解一些像是 宇宙早期的结构啊 还有演化的过程啊 但是乐部提出 有些地方它的分布不太均匀 这个不均匀的现象 很有可能是宇宙早期一些未知的物理现象 总之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神秘的暗能量 暗能量是科学家透过观测跟计算 宇宙离一些遥远的恒星跟星星 它们的移动得到的 暗能量也可以用来解释 宇宙为什么会加速扩张 还有所有的恒星跟行星运行的主要原因 不过呢目前这个计算的结果跟观测值存在了一些些的差异 导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能量 到底是怎么影响宇宙扩张的 总之乐部基于这几个点推断出 我们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宇宙没有很了解 也认为这个宇宙很有可能是被创造的 既然有可能是被创造的 那到底是怎么做的 而且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创造我们 这里有个概念假说 认为高等文明可能是使用一种叫做慢制造的技术 在外层星系或是遥远的星云中 收集各种资源 然后慢慢制造出行星跟生命的起源 这个过程有可能需要数十亿年 而且需要非常高级的技术才能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 高等文明也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识跟知识 传递给他们自己创造的生命 让生命可以自己发展出高级的智能跟科技 至于创造我们的原因 推测有以下几点 分享知识 高等文明可能可以透过帮助较低等的文明发展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提高整个宇宙的智慧跟进步 延续存在 高等文明希望透过创造新的真命 来延续自己的存在 了解自己 为了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宇宙 还有生命起源跟演化过程 所以制造了一个类似的环境模拟跟研究 勒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如果这个高等文明实验室的假说被证实了 那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小白鼠 不过当然 这些都还在假说阶段存在很多的争议跟不确定性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没有证据 但 也没有没有证据 想当然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勒布一定有充足的勇气才敢讲出这些大胆的假说 对于科学家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冲击传统科学的假说 所以在科学界 他当然也是一直被疯狂的攻击 像是 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只是基于一些不确定的假说跟猜测 而且他们还说 这些理论跟观点没有经过同行的评审 其他的科学家没有机会评估他的理论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他的研究缺乏严谨的科学方法论 可能存在了许多的个人偏见或是主观看法 还有一些是比较夸张的 他们觉得他的观点只是为了求关注 不是基于科学证据或是真正的科学探索 但总之 即使乐部的理论跟观点常常受到科学界的质疑跟挑战 但他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且继续进行研究跟探索 因为他认为 科学家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来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更需要勇于提出挑战现有科学理论的假说 并进行严谨的科学实验 这样才能观测来验证这些假说的正确性 尽管这些理论缺乏直接的证据 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而且目前我们也没有办法排除它 就像我前面讲的 没有证据 但也没有没有证据 他强调这个假说 会让人类反思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跟智慧 并且激励我们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其他更聪明的生物 探索宇宙的奥秘跟意义 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谁知道会发现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 很期待科学家们 努力探索宇宙起源的研究结果吧 就算到最后我们很有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确定宇宙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不过就算找不到答案也没有关系吧 很多事情的价值重点都不是在于结果而是过程 祖先们不就是因为这些开放心态跟好奇心才举起火把的吗?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一直在推动科学知识跟技术发展 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现在拥有了各种的科技 来探索这个地球甚至这个宇宙 虽然这个有趣的高等文明实验室理论目前还没有实质的证据 但的确也是挑战了传统的科学信仰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跟可能性 希望这些理论的研究实验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在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多宇宙起源的惊人真相 毕竟探索宇宙起源的确是人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因为那里就是一切的开始 对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别忘了订阅、点赞、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白布